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显秋 这节国际及国内议题的大白话 立刻邀请的是 耶鲁珍学博士郭正亮亮哥 第二小时陪伴我们 退役中将率华明将军 大家好 退役少将栗正杰将军 各位好 两岸之间的关系呢 如果新的文人部长上台之后 会有什么改变 他第一件事先做的是 内部做一些利多吗 让这个阿兵哥比较舒服的政策 例如他包括了要承诺放假 常态化 还有这个出国可以自由行等等 但看起来却是 一个所谓休假常态化 是代表两岸不紧张吗 实际上却也在花莲 澎湖这些地方实弹演习 爱卿德在大选前曾经承诺 如果他当总统的话 两岸不会打仗 不会兵凶战危 但如今呢 现在美国学者怎么看台湾 解放军为了犯台研究 诺曼第登陆经验 所以台湾 现在民进党在讲这个 立法院他要反攻 叫做诺曼第反攻 但实际上外国 美国的海军 军方来看台湾 也用诺曼第来看 他说如果中国试图侵台的话 共军的行动呢 必须跟二战的时候 盟军的诺曼第登陆会很像 因为台海的宽度跟英国 还有欧洲之间的英伦海峡很类似 所谓的D-Day 如果真的水雷装置 对于共军来讲特别感兴趣的话 盟军动用数百艘的扫雷艇 维持登陆舰队的航道畅通 他甚至讲分析很多说 共军从这个D-Day里面学到 有必要发展人工码头跟大型名船舰队 所以一边让阿兵哥去放假 常态化一方面 却也在实弹演习的时候 台湾到底准备好了没 还是真的要带台湾前往战场去了呢 那另外一个消息是来自于 这个外交杂志 外媒的杂志的分析 认为中国海警有个扩权的趋势 正在发生当中 有消息里面的报道是说 中国计划向中西太平洋 渔业委员会登记派遣 26艘的海警船 26艘的范围将会扩大很多 其中20%的范围 是这个包括了 跨越第一到第三岛链的 那以至于如果中国大陆在登记完之后 这个通过了之后 就可以合法登检外国的船只吗 这个是外交官杂志的一个分析 这样的情况会不会让其他美国 其他国家而有担心 他强调的是市井 这个新闻报道的角度 但是大陆在海警船巡泰钓鱼台跟日本的关系 也受到关注的原因是 因为大陆海警船7号的时候又派出了舰艇 在附近巡航 其中说被日方担心的是什么 里面都搭配了机关炮的装置 让日本海上保卫厅很紧张 你们用这种有搭配机关炮的装置 在我们的海上这个航行 当然钓鱼台的主权争议很大 但是这个船只的航行 却被他们严正抗议担心 大陆海警局的回应是 奉劝日方请盛行反攻自行 停止挑衅 它还是一样 会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的巡航执法力度 那么甚至日本的海上保卫厅 被说是要守护 有争议的钓鱼台海域 考虑要加派排水量高达3万吨 全长200公尺的这个多艘橡皮艇 大型巡舵船 也来一起对抗跟对峙 那么双方就有可能产生各种风险 那么包括日本 对于中国大陆的飞机拦截不断增加 其实也是日方公布表示的 5月份日本的战斗机紧急升空 包括了有31次 为了阻止中国军机涉嫌侵犯领空 我们台湾好像相对这样的数字 不是那么具体 他说比上个月还增加了3次 6月以来 所以应对中国的威胁的时候 美日韓的海警 第一次说要进行联合连练 在日本海举行联合训练的时候 就是因应这些可能的产生的风险 那要所谓的喝止跟对峙吗 南海也一样没有再轻松的 根据董军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 在出席新加坡香里拉会议的时候讲的 他说南海问题 对于侵权挑衅 相关行为的克制 是有限度的 喊话当然是菲律宾 他口头上讲出的这个警告之后 中国的广东海事局发布了消息 他说解放军从7号开始 在南海地区进行也是实弹的射击训练 一旦这样讲出来也做出了这个演习实弹训练之后 菲律宾 小马克斯总统 态度好像是不是说回去一点 大家怎么分析 他说菲律宾即使面临外部威胁 仍然只会以防御为主 我们不会发动任何攻击吗 不过有个画面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由菲律宾方面所发布的 这是有一艘橡皮艇 看到要从这个相关的海域撤离的时候 受到了拦阻 而发这个文 这个我影片发出来的时候 还说声称是被撞击了 这个是说 他直接指控中国海警野蛮不人道 因为他们是有相关生病的人病患 要从海军的人员的护送之下要撤离 结果居然被海警船怎么碰撞拦阻 所以加以谴责 像这样的情况不会是一件两件 是不是变成一直都是常态了呢 以至于瑞典国防部长也出来讲话了 他说西菲律宾海跟南海 一再发生像这样的危险操作 是中国所主动做出来的 所以他表示对此深切的关切 甚至他声称因此要为了我们大家 共同的安全跟自由要做出投资 投资什么呢 也就是像美国这样吗 或者是联合的巡演跟安全的维护吗 亮哥 这个 我中国大陆 事实上我觉得它可能再开始推动一种新的 海上的行为 就是逮捕 事实上日本对进入自己海域的 漁民 漁船 比如说台湾 台湾以前也被日本的海警单位逮捕 扣船 我们还要去赎回你记不记得 因为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在这个 它的沿海周边做这样的行为 如果海警船武装开始出现 很有可能就是要开始做一些落实 比如说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不断的 死像比如说仁爱骄 还原岛 他要对菲律宾的渔民 他总不能直接去跟你冲突吧 比如说跟你撞 干嘛 可是他如果实施逮捕 菲律宾的渔民就会等于是得到警告 比如说你的船会被扣 渔民可能要经过一个刑事的程序 然后你会被释放 日本就是这样 就是日本是怎样在维持 他的周边的海上秩序的 这个一定有武装 不然人家为什么要停 这个就跟我们那个海警 在追捕那个大陆渔船是一样的 比如说金门这个事件 那一定有武装的 所以就是叫停了 那只是说那个船逃跑 他自己翻覆或者是撞到 我认为中国大陆可能 经过这个菲律宾不断的 对他实施挑战之后 他大概准备要这样做了 我觉得可能性很高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的武装的海警船 开始出现了 然后就在敏感海域 实际上他的敏感海域蛮多的 钓鱼岛 仁爱礁 黄岩岛都是嘛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开始紧张了说 他会不会从第一岛链 就撈到第三岛链 因为他可能还有护鱼的问题 因为他的渔船开始会有远洋 那就会开始往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开始远走 甚至还有商船 商船也会碰到海盗之类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要一路 要开始建立他的护航的舰队 这个有一些地方是有 这也不叫法律 就是大家的共识 比如说你这里提到这个WC PFC 这个就是针对太平洋中段跟西段 大家都有参加这个组织 那就允许采取某些行为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要建立实体操作的 就是这些舰队 大概是这样 所以大概这个就意味着 第一岛链到第三岛链未来 这种冲突的模式要开始改变 就我们未来可能就不是看到驱赶 不只这样了 不只是水柱 他可能是要登船林检 就把你抓了 然后接下来就制造一定的 威慑的作用 事实上坦白说 因为最近美国CSIS 也写了那个文章 我们台湾把它写成是隔离 就说中国道路不能对台湾封锁 因为封锁是个军事行为 可是他可能会做隔离 他叫这个 就我们那个 传染病的那个裁判 裁判裁 他把你隔离 隔离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要向国际上去宣誓 法律上 这里是我的地盘 所以你刚刚 我刚刚讲到的 比如说钓鱼岛 或者是仁爱礁 还原岛 都是同一个意思 它是跟国际法联动的 为什么会传出是高雄港 就是因为他要去宣誓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封锁是军事行为 这会引起紧张 他就说我要落实我的法律 我怀疑他有违禁品 我要登船 如果不是要到高雄的 就请自由离开 所以日本 韩国经过没问题 可是进高雄港的他 要做这个程序 这个主要的意义不是说 他要扣船 抓人不是 他要落实海上的法律 就是要凸显国际法 他的地位 那外国船只没有意见 那他就等于是默认了 因为外国船只不想惹这个 所以他就说我们要去高雄 或者是外国的船只要进高雄港 遵守你的领检 这个也是落实了他的法律 某一种主权的相当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坦白讲我们要注意这些事 所以这个顾立雄跟管碧琳 真的要拿出应对的措施 不然很可能 你大概一两年就会看到了 顾立雄拿什么应对的措施 将军我们在看过去秋国正是 担心两岸兵凶占卫担心到睡不着觉 顾立雄看起来睡得很好之外 而且马上是休假照放 出国旅游就不用 怎么一定要跟团自由行 是往这一方面来做实施 看起来是要让大家更松实觉得 而两岸之间没有紧张吗 这种就无知的礼包 好像是给国军送礼包 对 今天国军的基层干部很苦 但是你也不能说政府主管一起放假 那还要政府主管干嘛 对不对 问题出在哪里 不是政府主管不能放假 是你根本的基层干部不足 不足造成一个连长干六七年下不来 副连长又不到差 你想嘛 我这一期官校 进学校的时候四百多 四百三十几 毕业的三百六 就算你今天军队缩编 你也不能像现在官校一年 只有一百个人不到 那连长不足 专科班需求一千五 报名的只有四百 这个问题是你孤立雄要解决的问题 没错 这个问题不解决 你有什么资格讲这种事情 而且他今天所牵涉的内容 是参谋总长军令系统下的权责 比如说休假 我们休假有分状况一 状况二 状况三 每个状况提升的时候 不但政府主管不能走 部队只能要 只能放一三分之一 或者全员到齐的 这是兵凶战委的时候的 战备规定 战备规定是由总长来决定的 不是你部长可以下的 你部长该做的是说今天我基层干部不足 我怎么去补充 玩笑招生 专科班的招生 政区生的招生 这个才是你部长建军工作 军政的工作 而不是军令的工作 你今天贸然讲这些一大堆 根本跟你无关的事情 你最起码要跟参谋总长商量 可不可以政府主管一起放假 如果一起放假的话 当年我们那个时候训练比现在还好的时候 都不敢这样做 那个时候局势一紧张 大家都不休假 对 是很辛苦 军人这个行业本来就是这样 今天孤立雄一句话我非常认同的 不要走刑事主义 对 军中有很多搞刑事主义的缺点 那你也只告诉参谋总长 你把刑事主义给我取消 这是政策 至于细节部分怎么做是参谋总长的事 因为你不能危害到军队的安全跟指挥的失当 所以这些问题 亏你还在国安单位干过 今天两岸的形势不紧张 对不对 你根本的问题不解决 治标的方法去做 只有让我们的安全更有危险 所以这边一边在讲安全安全 这边又不敢不演习 实战演习 你哪有连续的搞那么多实战演习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不能欺骗老不信 今天中国大陆的企图 我想海警船 它好几个企图 大国博弈最好不要变成大国的军事正面冲突 中间就有很多叫灰色地带 海警船就是在灰色地带里面 加强它的国家的权利 譬如说 今天天然气船要靠高雄港 我算准了 我就到这边来查扣 说你船上有毒品 说你船上有爆裂物 把你带回到厦门港 给你检查一个月 台湾要不要断去 今天日本扣留我们的渔民 它可不扣留日本的渔民 南海的问题也是一样 还有一个东西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上万顿局的海警船 打仗的时候飞弹装进去 就是飞弹驱逐舰 就是巡洋舰 全世界都玩这个把戏 德国当年在 伊斯拉兰输了以后 凡尔山条约 它不能扩充军备 它连脚达车的棍子 都是那么要枪管 日本受了美国的限制 它把船造好了 服役不到一年就退伍 封存 要打仗的时候都出来 这都是一种做战争 准备的东西 海警船可以执行灰色作战 可以依法执行 扩當它的主权 也可以转化为战争工具 是 易嘉均怎么看 我们到底国防部长 文人部长告诉大家的事情 台湾已经很安全 所以不用准备 还是说已经准备好了 那如何让民众看到你 敢准备了哪些 真的安心 其实我特别要讲 他这个包括到赖清德 他都不太了解军政军令 他讲过军政军令是分开来的 然后其实军政军令已经合一了 在国防二法通过以后就是合一了 当然现在的参谋总长 他职责是国防部长的参谋总长 以前他是总统 三军统帅的参谋总长 所以说当参谋总长是听你 国防部长的意见 你说你文人部长 你不懂你的军事指挥 我们可以了解 这也必然的 可是问题是说 你要做的工作是下达决心 对不对 譬如说你下达决心 参谋总长跟你 带着联差幕僚跟你分析 当前的情势状况之后 那要不要实施第一级 那你要再做这个决定 但是我觉得顾立雄 现在来讲很明显的 他讲了很多话来讲的话 是我们军人 不是用我们军人的思维逻辑来的 他是用法律的思维逻辑 你看他讲说自卫反击 什么叫自卫反击 我想你去问所有军人 没有人听得懂 但是你去问法律学者 他们可能知道什么叫做 叫做自卫反击 他叫合比例的字 他合比例 合比例就没人懂了 就是你是不是你打火一发 你开枪的话 我也只能用开枪 你这个射击炮弹的时候 我才能够用炮弹来回击 如果说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你叫军人怎么打仗 打仗的话一定是什么 就是狭路相逢 勇者胜 勇者相逢 先下手者胜 对不对 战场上面状况来讲的话 不是跟你讲这些人一刀 我要等你先打一拳 我打两拳 所以你看现在的战争 从以往战争到现在来讲 我们讲珍珠港也是偷袭开始了 一直到最近的俄乌战争 俄国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也是粹然发起攻击 没有武德的 没有说是在开始跟你讲说 等比例原则的攻击作战 另外讲到诺曼蒂登陆 我特别要在那边讲说 这次汉光40号演习 我们就在演练 在新竹外海 这个地方演练水中的布雷 这是汉光演习的时候 要演练的科目 当年诺曼蒂登陆来讲 盟军要登陆的时候 也是在要排除德军的水雷 这方面来讲的话 对敌我双方来讲 都可以当作一个参考 但是实在是隔80年 我觉得有很多的情形 不管武器装备 或者是说台海的现状 跟当年是不能相比的 比如说武器的射程来讲的话 那不可同日而喻 比如说装载过程的武器来 这个船字来讲 当年洛曼蒂登陆用了5000艘的舰艇 才可以运送三个师 做第一波的攻击 但是现在需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 另外你刚刚讲的说 有关于这个人工码头 我觉得可能来讲 解放军他也不需要人工码头 因为我们台湾沿海地区的话 所有的渔港 所有的大型的码头 其实数量 当解放军第一攻击的话 势必夺取这些渔港 这些港口 这些机场 对他来讲 后续的运步就没有问题 他就不需要再做这种人工码头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解放军来讲 他固然会研究洛曼蒂登陆 但是绝对不是仿造洛曼蒂登陆 那我们自己守备台湾的话 我们也不能完全参考德军的模式 来做这个守备 我们必须因应现在的武器装备 来做与时更进的这种 国防战备的准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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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